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秋天是北京最好的一个季节 因为没有那么热了 而且天气特别晴朗 并且漫山遍野还都是绿测的 所以非常适合来郊游 那我今天就来到了山里来试一个 我非常喜欢的车 雷克萨斯的iS 那其实借这辆车是有一些背景的 第一就是我之前拍过一期这辆车的实拍车 我发现网友对这辆车热情还是蛮高的 第二就是我的一些私心 因为我特别喜欢它的外观设计 所以一直好奇它开起来是怎么样的 今天就拿来玩一下 这辆2S在山路里面开起来 首先你会觉得它跟我之前开过来跑山的那些性能车 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不同的 它各方面调的都比较温和 动力部分的2.0T的涡轮带发动机245马力 其实跟BBA的那些高功率的2.0T发动机 在参数上已经是同一个level了 不过它的加速比 比如说宝马的330都要慢了大概一秒左右 在山路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它的变速箱 尤其是你在上坡出弯的时候 就会觉得降打稍微慢了一点 会有一点点拖后腿 它的整个转向跟底盘的感受 转向的手感非常好 不是特别轻的那种转向手感 但是真的一点点虚位都没有 所以你手上每一个动作都会有非常直接的反馈 再加上它前面用的是一个双叉臂的悬挂的结构 这样你就会觉得车头整体特别的灵敏 所以开起来在山路里面还是非常爽的 底盘它整体就是偏舒适性的一点调教了 会有一点点软 但是不是特别夸张 你如果速度特别快的话 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侧倾 所以在山路里面 你反而不会想把这辆车 它能开得很快 但是你不想把它逼到一个非常极限的状态 反而你会觉得每一个弯 你抓住一条最精准的走线 然后过去顺便欣赏一下北京非常美丽的秋天 反而很惬意让你感觉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既然这辆车在山上开起来那么温和 那我得找一个适合它的人来试 这个人就是 哈啰 你哈啰 黄老师我又来 小老师好 上一次这个路特斯 你觉得太难开 只适合做同性教育工具 但是这一次这个车就不一样了 这个车开起来很舒服 我觉得特别适合你 首先这个外观我就很喜欢 特别的时尚 特别好看 就很适合我这种年轻貌美的小姐姐 对 我也觉得这个外观特别好看 而且它从2013年就已经是这个设计了 所以设计特别超前 你看到现在这个设计感觉也不过时 而且它的这个车身尺寸特别小 它是这个级别唯一没有加长轴距的一个车 所以就特别适合你 这个小巧的车身 这一点对女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一件事 就免去我们倒车的时候很多烦恼 对 尤其是在倒车的时候 就是您这个技术是不是 就开这个车 白白了您 别别别 今天给您这个机会 来 你开车 展示一下你高超的技巧 那我今天能给你小露一声 对 你请 你怎么坐后面去了 我这不是体验一下这个车的后排空间吗 好多人说这车后边挺显的 我觉得还好 其实我现在前面刚才是我坐的一个自驾驶的位置 就拨折一拳的空间 头部也差不多稍微小一点 头部确实不是什么样 不过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中间这有一个鼓包 对 你后面要坐三个人 中间这个人就要 就比较难受了 但是我觉得就女生而言 因为你知道女孩的车后面 基本都是什么包呀 纸巾呀 衣服呀这些东西 所以就对空间没有太大的要求 就或者说是以后结婚了有孩子了 给孩子装一个安全座椅 然后小孩来坐 所以空间这方面 可能不是女孩考虑的太多的东西 两座安全座椅这个还是挺方便的 因为这边它这个卡扣就在外面 比较好多时候在缝里面你要去抠 所以这个装安全度也还挺方便的 那要这么说 这个车就是适合女生性 对呀 就是很适合女生性 如果我刚刚就是一上车 我就注意到它这个阶梯式的这个中控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出风口下面这个部分 略微的有那么一点老气 你说那个按键 包括下面还有飞机机那一方 我觉得第一就是因为它用了一个那种木纹的装饰 其实一用木纹就感觉会有点老气 跟它这个外观特别运动的感觉 就形成了一点反差 然后还一个呢 其实是它这个CD这一方 就因为现在我觉得很少人会用到CD这种歌的 那都是非常讲求生活品质的才会用CD 现在的人是来用比如说蓝牙啊那些的品质 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这个装上是有什么意义 不过它 可能是因为它车型出的比较早 所以就是这样 那会还是有需求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我看到它这个就是配置还是挺豐富 对咱们那个是挺开的 通风加热然后饭盘加热都有 那你觉得这车开着的呢 我觉得跑城市道路的时候 对我来说动力方面呢是够用 但是就是我在超车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反应的时间 就是我给一脚油门 然后它会有一个大概不到一秒半秒多的反应时间的 其实是这样 就我觉得这辆车它这个8AT 其实你平时开平顺性特别好 但是呢它这个变速箱不是特别的愿意去给你降挡 这样呢你就比如说超车的时候啊 就会它不给你降挡 对稍微有点慢等个半秒一秒 但是你就有可能错过最佳的超车时机 是不是 你是超车吗 是加三吧大哥 对超车 超车超车 但其实对女孩来说我觉得很少也有那种激烈驾驶的时候 其实大家还是比较平稳的 女孩在开车都是 对 而且它的转向我觉得其实特别好 平时开的时候它你手上几乎一点点虚味都没有 对这个我刚才注意到了 就是我稍微给一点转向 它给我的反馈就很灵敏 对我觉得这个调调跟我的86其实是有一品的 尊贵的86车主要发话了 那必须的 而且整个就是这个车开起来 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 就这些调调 如果不激烈驾驶 你会觉得特别的放松 所以我就说它是一个比较适合你女孩子来开的 因为你看它车又小 然后开起来又这么省心 对不对 也就适合你那样技术高超的是吧 女司机平时停个车上 来给我下去 黄磊你给我下去 别别别这个主路不好不好 但是我开起来还是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大的噪音 我刚才专门看了 它用的其实不是双层的玻璃 是一个单层的 但是它这个单层玻璃特别厚 所以就是隔音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包括它的这个音响 你看中间写着马克莱文森杜比 虽然我不知道杜比是什么东西 但是凭借咱多年看电影的经验 杜比听比较贵 对对 所以就高级厉害 之前专门确实听了一下这音响 比86的要好很多 86呢跟这个一比 这个叫音响 86叫喇叭 你的86连蓝牙都连不了 还在这说什么 来我用高贵的蓝牙给你放一首国际名曲 这辆Rs虽然在山路的运动性比我预期的要低一点 不过日常开起来那种轻松的感觉也让我印象深刻 我看了一下它的价格分布 除了顶配的41.3万 次顶配也是我最喜欢的F-Sport版就只要33.8万 配置上虽然少了一些 但也能勉强接受 虽然它的价格比尺寸更大 更加实用的ES还要略高一点 但如果让我在前驱和后驱之间做个选择 我依然会选择更有驾驶乐趣的I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